Hi guys,大家好 今天我们准备教大家怎么样制作火锅 怎么样吃火锅 怎么样调火锅料 这是我们上周买的食材 有蔬菜,有肉,还有豆腐,还有香菇等等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在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下方链接 或许今日的词汇表 我们开始吧 看一下我们都买了什么 妈妈菜 还有豆腐 腐竹 有芹菜 小葱和香菜 还有大葱 有金针菇 还有平菇 有的人叫做凤尾菇 长得像凤凰的尾巴 好多香菇啊 你看香菇 我们的姜 韭菜 我们的青菜 我们的豆腐 这是我们的丸子 肉丸子 最重要的火锅料 这个是重庆老火锅底料 是我的最爱 很辣 很香 很好吃 现在我们准备洗菜 拿一点盘子 够了 把一个 两个 两个 我们把香菇的根切掉 这个根太脏了 现在我们开始洗香菇 现在我们开始洗香菇 一般我们炒香菇的时候 会把香菇切得比较薄 但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可以把它切大一点 切成一块一块的 像这个 可以这样切 切大一点 切大一点 切两半就好了 现在我们来洗平菇 这个根很脏 把它切掉 现在我们要洗金针菇 金针菇 这个根部也要切掉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能吃的 现在我们洗一下青菜 先洗韭菜吧 拿挖菜 我再给它们洗澡 这个是香葱 我们也叫小葱 就是spring onion 这个是大葱 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葱 小葱 大葱 为了方便保存 我们先吃大葱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留着 以后再吃 这个留起来 姜 葱 葱 姜 蒜 葱姜 蒜是我们中国菜的魂 它们很重要 葱姜 蒜 它们有一样的地位 在炒菜的时候 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 不想表演 不想表演 这个腐竹因为它很干 很干 所以我们需要用水泡一下 把它泡软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买土豆 所以用这个红薯代替土豆 这个叫削皮刀 用来削红薯和土豆 我最喜欢削土豆了 我也喜欢削红薯皮 我最喜欢削皮了 很过瘾 你看多干净 像脱了衣服的宝宝一样 这是一块 这是一片 我想吃块 我想吃片 那你就不吃 现在我们要去做火锅底料 用这个锅吧 这是我们的炒锅 接点热水 可以省点时间 你可以帮我把电磁炉拿过来吗 嗯可以 我刚才在切火锅底料 又香又辣 这是辣椒 还有油 有一些调料 你能用一半就够了 你知道为什么火锅料这么好吃吗 因为它有几十种调料 熬在一起 和骨头熬在一起 所以就有了火锅料 现在要把大葱 蒜 还有姜 一起倒进去 我们要先煮一下 这个叫做漏勺 是吃火锅的时候 专门用的一种勺子 可以把菜捞起来 然后把汤漏下来 叫漏勺 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一步 要调火锅蘸料 要调火锅蘸料 我们有蒜 还有辣椒 然后再一起切 把两个东西 把大蒜和辣椒混在一起切碎 切得越碎越好 大功高成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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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抽 老抽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火锅蘸料 Sco也喜欢吃 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 有的人喜欢吃香菜 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可以在蘸料里边加一点香菜和香葱 味道会更好 现在把小葱和香菜切一下 切碎 最后一个蘸料 是Sco的最爱 芝麻酱 因为这个是很纯的 我们需要把它拿出来 加点水 然后再调一下 我们可以加一点热水 我们可以加一点热水 火锅 我们有火锅 炒菜 烧水 煲汤 煎炸 蒸煮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火锅 我快饿死了 我等不及了 I can't wait anymore so hungry 你这么吃到时候了 现在已经在起泡了 已经在滚了 已经开了 开就是bubble 水开了 我们就可以把菜放进锅里边煮了 我想先把我的肉放进去 因为肉比较难煮 先放肉吧 这个是撒尿牛肉丸 尿尿 撒尿 撒尿牛肉丸 因为里面有汁 当你咬的时候 poo 它就像撒尿 它就像撒尿 所以我们叫撒尿牛肉丸 这个叫做青筋肠 这个是手工猪肉丸 这是千叶豆腐 这个是油豆腐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里面是有馅的 这个没有馅 这个是空的 这个里面是有馅的 这个腐竹还是有点硬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下去煮一下 熟了吗 没有 轻轻尝 太好吃了 嗯 好吃 好吃吗 香 火锅好好吃呀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们关注 点赞 转发评论 谢谢 And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Chinese and China We're actually sitting in one of the Amida apartments right now So you've had a nice tour Check out their site using the link below And you can use it at our discount code That will help Amida know that we sent you to them Thank you guys Till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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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